准备3,2,1,开始 这是Maison Magella的复线品牌 它在2022年秋冬的系列的一个局部 从扣子的细节当中 可以看到这个系列的标志的数字6 我们现在看到的 它的这些图案的纹理 是一种叫做摇尾蛇的图案 这是一个会用嘴含住自己尾巴的一条蛇 所以它寓意着一种自我的吞食 或者是循环 包括像这个针织毛衣上面的 这个图案其实也是这个摇尾蛇 镶形的蓝色的西服 它这里面出现的 所有的羊毛大衣 做工都非常的精致 有户外风格特色的这种冲锋衣的棉服 包括像这种抹尖的 打旧效果之后的这种皮夹克 看上去很像是二手垫里面淘来的 还有这种材质 像是一种塑料 或者是挡羽布的这种材质 或者这种银色的 经过褶皱处理之后的这种效果 包括这种起俏的下摆 和传统的服装制作是很不同的 传统的服装 它需求我们的下摆是一个很平整的状态 从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品牌 它在创作当中的大胆 它在实验和实用之间在寻找一条平衡线 这个就是MM6这个系列 它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而整个背景 像是在一个仓库当中 在这个背景下 这种黑色的塔夫绸的小礼服 和背景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 而模特的这种状态 又像是在准备拍摄 然后你看它这件 可以说这个秀当中出现的一个礼服 唯一的一件礼服 然后它的背景 却是在这么未完成的一个状态 就像这个服装品牌的一个理念 它是一种在完成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整个感觉就像是一群 你在街上会看到的这种人的一种状态 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的细节 就是刚才有说到 它有一些服装的下摆是起窍的 因为这个是非常反服装的制作的这么一个一种方式 正常来说我们会要求所有的服装的下摆要垂直 这个是标志你一个服装完成度 或者说是否合格的一个标志 我很难去想象一个传统的品牌 它这样去处理 所以从这些细节 你可以看到这个品牌 它其实是非常大胆的 它一直在解构服装上面的这种结构 但是我觉得从这一集来说 它的结构也好 并不是从寻找一个崭新的版型出发 而是打破我们对这个服装 什么样的工艺是一个好的服装 或者什么样的工艺是一个合格标准的服装 打破这个概念 我们下期再见 最后一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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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